大師寶家 誰才是行家 我是丁靜怡 今天來到棚內這位來賓 他其實過去曾經跟翡翠 珠寶 一起長大 而且他說 其實他也可以算是 被翡翠給養大的 在某一個部分來講 到底為什麼呢 還有他今天帶了一套寶物 非常的特別 因為這個寶物據說是他 過世的兒子 要送給他的媳婦的 可是當時他的媳婦卻拒收 今天他也帶來了 那到底為什麼呢 今天好多故事 我們待會好好地聽他來說一說 他本身也是我們大寶寶家的 忠實粉絲 很開心 今天來介紹我們的 超強大監令團 大監點金品執行長 秦思琳 秦老闆 大家好 珠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文良 廖老師 大家好 還要歡迎林淑宇 林大姐 妳好 林大姐 妳好 我剛剛穿什麼白 有說到說 您是我們的忠實粉絲 然後又說曾經 為什麼你過去跟這些珠寶斐 特別有緣分 可以說是被斐擠養大的 大概是小時候 我們是外省人嘛 我們是廣東人 然後我們都是在那個 基隆市 長大的 是喔 英文同鄉耶 是耶 基隆人啊 你基隆人喔 是基隆人 你基隆哪裡啊 那基隆那個成功國小 是是是 成功國小我知道 對 成功國小 住在那邊就是好像是幾館幾館 跟建村的小孩同樣的 只是他們的分配 他們說幾館幾館 地幾館 地幾館 我們是不笨 那時候有一些寶物是不是 對 那是 結公 他在香港 他們很多跑到香港嘛 就落地 爸爸就是一個人 對 叔叔就 他要過來台灣嘛 叔叔不放心啊 一直叫他不要再過來 爸爸就不聽叔叔的話 就拚拚又倒過來台灣 定基 然後他的我叔公啊 看他養了那麼幾個小孩 他看不過去 他從香港都拿這個寶石 就是那個玉 全部都是玉 然後都來到我們那個基隆找爸爸 就跟爸爸講說你先賣 你把這個玉賣給那些什麼 舞廳的小姐啦 什麼他們會買 可以幫你爸爸 這個貼補駕用 對 就這樣收藏 爸爸一直收藏 以前的玉那個什麼 那個玉最不喜歡 人家最不喜歡的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什麼 冰種 我們不喜歡的就是冰種 那個時代那個冰種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 大家要立的 對 大家都要那一 白匪啦 所以等於那時候有很多的寶物 對 俗公寄過來 對 今天有沒有帶來 都就是俗公當時寄過來的 俗公寄來的很多 那我們一件一件來看好不好 第一件 看起來 第一件是我婆婆的 是 婆婆的 觀音 對 宇志偉 婆婆留給你的 對 是 所以你可能也不知道 婆婆買多久了 對不對 這個是他們什麼 東塞啊 送給他的 他們到廟裡 不知道買什麼廟裡 有燃布 是 他就買回來 去廟裡燒香的時候 順便 順便買一些回來 對 是 是 是 那應該也放了一陣子了 很久很久 媽媽送給你幾年了 這個是很多年了 差不多二十年多了 超過二十年了 這些東西都超過二十年了 都已經很久 只有這一件 只有這一件是比較近期的 就是您說兒子 兒子送給媳婦 送給媳婦的 媳婦不要 媳婦舉手 我就說為什麼呢 待會講到這一件的時候 我們慢慢來分享 不過說真的 當年要買翡翠 很容易被騙對不對 對 因為那時候大家也沒有辦法鑑定 很難分真假 對 你應該也是看大群寶家邊學 對啊 我看到你們 你們在 在廣告這個 打這個 就開始一直看 然後我都 找保護出來 就把那些手管 本來都是扔在那個 那角落裡 就全部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 然後我就一直帶 大概好幾年 朋友也跟著 你們那個 就漲價了這個 因為我們本來那個 也想要知道嘛對不對 沒有要買翡翠嘛 當我喝這個公公出來 哇 翡翠稍為人買 然後我又打 我又打 扣到一扒 扣到一扒 就說 真的 朋友也 大家這樣宵敬說 你翡翠是那麼多 你也教他去 翡翠店買 好 那我們先第一件 我們從第一件來看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 這塊觀音 這塊觀音 它外表看起來是 真的是很漂亮 這個面容都很慈祥 但是它的質料 它的質料是什麼 那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個斷定 好 我們先來公布價格 好 先檢定 來 請 檢價 一千元 來 這是B喔 這個還不是B而已 因為媽媽的禮物嘛 滿漂亮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光譜儀 這是一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 優化處理的 一塊這個 玉石 所以這塊石頭內 它是 應該講就是 處理價 價格就比較不好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剛才你講的 我特別要在這邊 跟觀眾朋友提一下 很多觀眾朋友 看了我們大審寶家的節目 都說 玉石或什麼寶石 好像會漲價 然後大家都去買 各位觀眾朋友 買 買是正確 可是 找對人買 你找錯人買 那就糟了 秦老闆有一個座右鳴 就是說 如果你找對人了 就算事情變糟了 有救 你找錯人了 就算事情變好了 也沒救了 所以買 看我們節目 覺得玉石可以買 就是正確的 但是你要找到 正確的人 懂了 你沒有找到正確的人 買的東西一定不對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好 這個 再來 下一件 這是個雕件 而且成對的 這是鶴 鶴代表長壽 這鶴回來了 對啊 鶴子 沒辦法用回來了 回來了 很容易弄破 對 很容易 帶手鐲破手鐲 我只是欣賞它的雕刻 我欣賞它的 它這一些 你說它的質料 對 它這個質料不喜歡 可是它人變成這樣 也滿好看的 雙中對對 對 我覺得是雙中對對 一公一母 公的比較長 公的比較大 嘴巴斷了 OK 所以這就是蠕公 對啦 蠕公帶來的嗎 這也是你這公走來的 他們都走過來 走過來 這當初是為香港來的 所以不知道這樣是多少 對不對 帶到六個 是 謝謝 這在想 他們住在香港 應該是 有 大部分是從大陸過來的 還是那個 這個問題我幫你問廖老師 廖老師 他說差不多三四 四十年前 蠕公從香港那邊寄過來 那他就想說 那蠕公的東西 是不是從大陸 或緬甸那裡取得的 您覺得 一般來講 玉石的市場 在香港的話 就是廣東道 要不然的話 你就到捷陽去 要不然的話 你就到那個市匯去 更深入到那個內陸去 對 那如果說以玉石來講的話 他只要這邊有真的翡翠的市場 在這個地方 那旁邊周圍的周邊的相關的一些玉石 都會在這邊販售 他就切割 買賣都會有 那我來講一個故事好了 我一個客人 他在那個廈門 他廈門呢 他也是在賣寶石的 對 賣寶石的 然後呢 他在廈門呢 就早期進去 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他在賣什麼呢 賣Swarovsky的那個 那個寶石 所以呢 他大批發 所以他買那個店面 是買一整排的 可是呢 他來跟我買翡翠的時候 他說 但是呢 因為我賣的品質 都是比較高檔 所以他就貴貴買 早期他買的時候 他說 哇 真的就那麼貴 但是我批發那個 那個Swarovsky的那個人造寶石 特別的便宜 可是他賺很多啊 那個最好賺 所以呢 如果是我們在 你這個在廣東道買的時候 如果是真實的翡翠市場 但是周邊這個的話 看起來那麼大客 很便宜 那你如果說早期你懂 試貨的話 買到有一些 後來這個寶石 這一輪寶石 可能是在某一個礦坑開採出來 他是獨有的 然後忽然之間呢 就沒貨了 那你也會賺到 那我們來看看 買珠寶 要特別的小心 對 那你比如說 在三十幾年 四十年前 我到這個香港的廣東道 我就往那裡一走 我就給他分析 這個廣東道 左邊全部都是鬼 右邊全部都是人 為什麼呢 有的沒良心 有的很實在 是 所以在買這些寶石珠寶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好 來 我們來看看這一對賀 看起來是像翡翠 是不是真翡翠 如果翡翠的話 也不便宜喔 對啊 這麼大 請見價囉 來 請見價 一千元 也是假的 這個是 這不是翡翠 這是南美洲的水墨子 像翡翠 但是不是翡翠 那他們就是 這個香港人呢 就是從南美洲 進了這些東西以後 假裝是翡翠 刻得很漂亮 但事實上 他不是翡翠 OK 沒關係 刻得很漂亮 放在家裡 還是OK 很吉利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 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 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 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 給身邊的好朋友